现在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这个案例 我们把这张图片上的人物抠出来 把它背景去掉 那么它的难度主要还是在于这些头发丝 那这些头发丝看上去挺细碎 感觉好像挺有难度的 其实只要我们简单耐心的处理一下 这个都好做 我们使用快速选择工具 选择快速选择工具 然后点击选项栏这里的选择主体 当然也可以使用选择菜单里面的选择主体命令 一样的 点击选择主体 然后系统的自动就把这个人物的选区 这个轮廓就分析出来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 再来点击 第二步操作就是点击选择并遮住 点击这个选择并遮住 进入选择并遮住的这个命令窗口 在试图选项里呢 选择黑点 这个黑点 调一下这个不透明度 可以稍稍的 就这样百分之百吧 纯黑的状态下来观察这些头发 这看得更清楚啊 然后现在看这个头发左右边缘的这些头发丝呢 这都没有 这肯定不行啊 我们这个不完整啊 所以呢 就来使用 下面这里的调整边缘画笔工具 使用这个调整边缘画笔工具 然后在这个边缘啊 开始画 按照不松画 画过的地方 这些头发啊 就很神奇的啊 哎 这这个 这很神奇的就出来了 那么 右边这边呢 也是这个情况 画 画过的地方 这个头发呢 就出来了 那这边这些颜色啊 感觉出来的有点多啊 有点脏 嗯 再使用这个啊 这个恢复原 恢复 这个恢复模式 恢复原始边缘啊 这个模式 把这个啊 擦一擦 就留下一少许这个发丝 这感觉就可以了 这样这个整个人物的轮廓啊 其实大概就算是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右边属性这边 呃 也不用多动一些其他的参数啊 我们只需要把 边缘检测这里的半径呢 稍微的来那么一点点 也不用太多 比如就 嗯 看就就四个像素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在最下方 我们把它输出为 新建带有 涂层模板的涂层 然后点击 确定 这样呢 基本的轮廓就抠出来了 那我们继续来深入调整的是涂层模板 这是现在生成的这个涂层模板 我们按住out键 或者是苹果键盘的option键 按着它 点这个模板 现在来观察一下这个模板啊 这个选区的边缘 然后呢 使用画笔 使用纯白色 使用画笔呢 擦一擦这些 啊 这个做的比较过的地方 用白色的画笔 就以恢复这些选区 那么再来看左边这边 头发的发丝这块呢 会有很多一些多余的脏颜色 是吧 那么这些脏颜色怎么去掉呢 也很好办 我们只要大概的把这个区域 比如说用 嗯 套索工具吧 缩下一下 用套索工具 大概的把这一块呢 框一下 然后呢 右击语化一下 把它的这个选区的边缘 揉合一下 设置个40像素吧 点击确定 然后呢 使用色阶命令 图像 调整 色阶 然后这个色阶命令 我们直接是在作用于 啊 图层蒙版 而不是对图层啊 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选择图层蒙版 在输入设计里面 调成黑场 逐渐的这些白的这些颜色呢 就消失了 其实就是一个增强 这个对比的过程啊 白场这块也可以稍微的强化一下 确定 那么 这些细微的地方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语化一下 然后直接快捷键吧 Ctrl加L 色阶命令 把这些不是特别好的颜色呢 通过色阶整体的把它都去调整一下 好 确定 修完了之后 再来回到图层上来看一下 哎 这个现在因为是白色透明网格啊 我们现在是看不清的 那我们 加上一个背景颜色 来看一下 这样 左边这边 我们这个左手边 这样的头发呢 这样就差不多了 而右边这边 因为它有一些亮的发丝 暗的发丝 像结合 这个你用选择并遮住啊 还是一些工具呢 你再怎么选 怎么做呢 都很困难啊 这个很难把它做出来 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就是在萌版里面呢 进行一些手工的 一些手工的 然后画笔 进行手工的一些绘制 选择画笔 然后把它画笔呢 改成一个 嗯 硬边 然后一个像素 因为头发丝啊 非常的细 就是一个像素 大小的一个小画笔 不同平度呢 也可以适当的 稍微降一降 增加我们这个容错度啊 然后还是在萌版里面 用白色来画 然后你用白色呢 就是把这个原来的头发 把它找回来 那这些头发原来的位置在哪了 我们还得打开圆图呢 打开圆图来比着啊 来对比着 在圆图上 对比着这个圆图的位置来画 这样一点点的画 就拿小画笔这样 勾勒就可以了 啊 这就是手工的来恢复法斯 这也是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这个因为它只能这样来做了 这没有别的好办法 那么最终完成后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这样来做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